不杀身 包括不脑害众生 众生因果生烦恼 我就错了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些众生生欢喜性 怎么能叫人因果生烦恼呢 不偷道 最威惜的地方是 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 有个人占人便宜的念头 他是道心 虽然没有偷道的用 有道心 想占一点便宜 这个念头不可以 我们才能学得干净 不成悔 无论受怎么样的伤害 像歌力王被盖解身体 没有一丝好怨恨 为什么 人家明白了 了解四世真相 翻手有相 解释续望 所以他在瞬间逆境 战云无远 都能做到 不齐心不等命 灵迟处死 也不齐心不等命 他做佛去了 这个身体歇掉 他做佛去了 释迦牟尼佛 不是真做佛去了 忍辱波罗蜜 约马 提前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派在第五天 弥勒派在第四天 他因为人如波罗蜜学圆满了 他提前成佛 弥勒菩萨在后 那有什么好承讳的 感恩都来不及 哪有承讳 这就是他明白了 他看清楚了 所以才能做到 我们为什么有承恨心呢 爱这个身体 这身体是火 他伤害我身体了 什么时候知道 身体不是火 你就不会去心动力了 所有一切 境界都不是火 物质的环境 精神的环境 自然的环境都不是火 我是什么呢 我是法人 我是自信 我是法人 自信法人里面 什么都没有 三种现象都没有 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是我们自己 中文所说的 父母为生前 本来没有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自然肯定 一切众生 跟我实现体 我今天就 他迷惑 他造种种不善意 你不但不怪他 你还要 怜悯他 他杀了我 我不会再被他 怜悯他 他没救 他要救 决定不会有这种行为 他还在过去 他还要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